Hello大家好我是Amy 那关注Kolona的朋友知道呢 这几年Kolona的发展非常的迅速 并且呢有非常多的朋友搬家到Kolona 那大家经常问我呀 AmyKolona大概有多少的华人 那正好借着8月份 Statistic Canada出来的最新数据 我们来看一看Kolona目前的这个华人人数 并且呢来比较一下和过去5年的增长幅度 在之前的人口普查视频中 我们有提到过Kolona CMA覆盖了 从Peachland到Lay Country的地区 总人口为219840 那这次语言普查的结果调查显示 说中文的人口在这区域总人口占比比例为1% 约为2280人 而如果单看Kolona这座城市 作为整个CMA里最大的城市 人口总数为142625 也是咱们华人在奥肯纳根山谷选择定居人口最多的城市 为1905人 占从事总人口的1.3% 注意这里不包括留学生和旅游及短期签证等人士 Statistic Canada还细分了华人人口中 大家使用的各项不同母语的人数 注意这组母语统计数据有多母语选择 所以数据加起来会有很小的difference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了解大方向 这边我们给大家收集了Kolona及周边城市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在Chinese语言种类中 说的最多的是普通话、粤语、还有闽南语 那这次202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叫上一次 也就是2016年的人口普查有什么变化呢? KolonaCMA的华人基数虽小 但从2016年到2021年 咱们的华人人口增长了48.5% 要知道这一区域总人口的增长幅度只是在14%左右 那记得我刚来的时候 华人周边的商品产品真的是很少 奶茶店我记得只有零星的一到两家 到现在华人相关的资源越来越多 不管是华人超市、网上购物商城、各式口味的中餐馆 无一不便利着我们现在的生活 我对这座城市的未来还是有非常多的期待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本地的English and French speakers 和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华人 还有哪些地方的人口在Kolona比较多呢? 从母语统计来看 依次是德国、印度还有菲律宾 增长幅度方面 印度、菲律宾、西班牙以及韩国都有着大比例的增加 增长幅度都在50%以上 不知道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一些数据 华人人口的这个人数 包括说过去五年的增长比例 会不会比较惊讶呢? 那作为我一个在Kolona生活了九年的当地的这个Local 其实呢我并不是特别惊讶 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看到华人相关的这个资源 包括说小到平时我去逛超市 也真的是强烈的感受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朋友呢 都是在往这边搬家 那下一次等到Statistic Canada 他们公布最新的那些更有用的数据的时候 我会把它再收集起来 做成视频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